迷你世界新版本 你不知道的秘密 符文怪的首领在哪里 今天学姐告诉我 通过这一串地形码 FWJJZ地形码 进入该地形以后 你会被传送到高山地图 在高山地图 有一个神秘的坐标 这个坐标是 -444正444 在这个坐标中 你会召唤出神秘的符文怪 BOSS 也就是他们的首领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发现非常的神秘 四周居然有远古十巨人的头颅 远古十巨人的头颅 可在蒙眼星啊 我问了问学姐 这是为什么 学姐说 -444正444 这个坐标代表着神秘 一切事情 皆有可能发生 学姐说 在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用火点燃四周的蜡烛 这个蜡烛摆放非常的考究 正好对应着我们远古巨人的头颅 在摆好蜡烛以后 你站在远古巨人头颅的中间 看看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十七点 你现在需要趴在地上睡觉 等到凌晨四点 我会叫你醒来 啊 头好痛 是谁在叫我 学姐说 醒醒醒醒 这一刻我醒了以后 我发现四周 好像很安静 有点安静的可怕 我看了看时间 时间正好是四点 坐标-444正444 这意味着什么 学姐说 在这一刻 便会有符文怪 巨人的诞生 什么情况 我怎么丢下去了 来到地底 我发现全部都是符文怪 可是这些符文怪体型非常的小 谈不上是巨人吧 我问了问学姐 学姐说 当然不是 你惊动了符文怪的老巢 这时候巨人便会在洞穴之外等你 我去 真的有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